哈喽,我们现在在上海,两天在成都 昨天到了上海,我们现在准备在长沙 一整个就是一个特种兵行程 1,2,3,干 然后呢,我就准备洗个脸 我最近在用的这个德菲紫苏洗面袋 我最近特别爱用它 因为换季嘛,它是当时看了一下猛书 然后看了网上很多好评 最重要是它很大碗 但是很便宜不到100块钱 这洗面袋一开始是孙老师给我推荐的 后来我就看到好多人对我再推荐它 所以哦,这还可以 其实它的泡沫就是靠网的话会搓的比较多一些 换季的话,皮肤会比较干嘛 然后它有凉过个的洗面袋 因为我今天没带它那个网子 所以只能用手搓 但用手搓的话泡沫就会相对少一些些 如果要是只用它的网口 它就这样挤挤挤挤挤挤挤 泡沫贼总 但是一样脸色卸得很干净的话 好 就洗完脸啊,它也不紧风 就柔和,最重要的是它性价比很高 其实我房间涂薄一点的话 我就直接用它泡沫都OK了 泡沫非常干净 泡沫就像 还是滑滑痕痕的 好了,我要准备去洗澡 睡觉了 晚安咯 来咯,准备去彩排了 所以呢,准备来化个妆 今天就是要一个自然型给Kell的 化妆包,不是洗眼包 它其实是一个洗漱袋 它是我们来装化妆包 然后我上面这边就可以装各种笔啊 这边就装各种的化妆品啊 什么之类的 好,上了 打个防晒吧 昨天彩排巨好上 因为我那条衣服啊,特别可爱 那条衣服那天我一穿上去 大家就说 天哪,你好像奥特曼 因为是黑红色的 还有那种油酥 我快笑死了 我跟爷爷说 你把我画白一点吧 不然我就现在上一个小黑痘 在那里串来串去 咱今天就是一个淡妆就好了 我觉得这下 一开始我无比嫌弃它 后来觉得巨好用 那天五分钟那个妆容啊 我看下面很多人说 它怎么都不用散粉的 我用散粉 只是那天太着急了 我一个大不能银 接下来我就要用散粉 最近是用这个 它的名字特别可爱叫什么 恰好合拍 恰好跟你很合拍 它有两个 当然我选的这个是 清腐柔焦蜜粉的 一号色 另外一个它有个控油的 我觉得那个颜色 画眉的时候就比较好画 最后的最后 我在整个领域再上一个这个三分 而且它这个蛮便宜的 60还是70 好 接下来就画一个眼眉 这也是之前在台湖推荐给大家推荐的 对称軸胶密封 我上次画了推荐 那真的挺好用 我最近这个颜色画眼线 好了 接下来呢 我就画一个卧彩 嗯 好 好了哈 因为眉笔就是棕色的嘛 对 就把毛发球染了 OK 最后呢再用这个眼线笔 这个眼睛 我试一下 要看 我要浮度多一点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全脸上的三分 然后你们用三分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记得这样子 在旁边 磨它一下 让它不要这么多 然后拍拍它一下 然后再上 一秒 一秒钟 非常的轻薄 很融合 粉感还不重 还有一丢丢的这个小小的光泽 我是觉得它很实用 因为平时你出门 你打一个气垫 然后再加这个三分就OK 然后再加这个三分就OK 然后来上个唇 OK 这个妆感是不是还错 嗯 很美丽 很喜欢的 体验随于 Late 欸 马上了哈 五个霜 好 走 吃饭 Take me as I am It's true 太冷了 感冒呗 我今天打了20多个痕迹 大外套了吗 快了但是很冷 打算可以打得眼带的短 我终于回北京了 我跟你说北京现在是巨冷 我出去的时候还是穿了一件宝宝的外套 不用开暖气先回来 我的天哪看我穿着这样 真是太冷了 巨冷不必了 然后这一次 这次的话我在长沙 我还见到了 好久没见过 没见到李斯啊,还有小花啊 然后就新认识了知福啊,大家好开心,好久都没见了 我的那天晚上耳环不是掉了吗? 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出来了之后 我们说,走走走走走,我要摘耳环 我突然摸上,因为耳环特别大 我摸,我耳环什么时候掉的 然后就全部人在翻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掉的 后来是谁跟我讲的,是知福 说好像在我台上看到,我就赶紧回去 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就赶紧回去 看那个回放,按照视频 然后呢,赶紧的看一下耳环在哪一个环节掉的 反正最后是确认是在台上,但是你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台上的人会不会给你一脚踢下去 好冰,好冰,好冰 北京是有多冰,但是,真的好舒服 然后呢,最后呢,是梦儿给我找到的耳环 然后我就跟他讲,他说那个什么,王姐拿下来 我说到时候回北京给你做顿饭,好吧 北京这么干,就应该敷一个补水的面膜 北京说真的,冬天一定要补水,一定要补水 而且这个面膜布就很轻薄了 然后现在呢,就放在外面,简直刚从冰箱打开的一样 好了,我就放在面膜,我就去睡觉去咯 非常的开心,这次的双十一还有音乐节 然后也特别感谢我的粉丝们,在后面 大家都很美丽啊,嗨你们咯 嗨你们,睡觉去了,晚安,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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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